在新北市五谷发生大爆炸之后 各县市都扩大查气 非法囤积炮竹 其中高雄市在三明区的一个空地 查获有13个货柜 重达11公吨的炮竹 而这里呢 其实是人口密集的住宅区 附近的民众听到消息都说好可怕 现在消防局已经赶快把炮竹搬走 并且对业者祭出重罚 这一箱箱从货柜中搬出来堆放的 都是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各式炮竹 里面有冲天炮 连珠炮甚至还有没有经过认证的高空烟火 高雄市消防局根据检举 在三明区三明高中附近的住宅区内 查获13个货柜 里头有992箱 总重量高达11公吨的非法囤积爆竹 查获包括有一般的爆竹烟火 还有专业用的专业烟火 另外还有高危险性的高空烟火 那这个总数量 因为数量庞大 所以我们还在这个家派弟兄 来这个尽快清点当中 居民得知后对于住家附近 有这样的危险物品 都吓了一大跳 业者表示 这批危险爆竹在这里存放 已经有一段时间 这一带在四年前还是一片空地 事后来逐渐有房子建起来 变成住宅区 他们也知道违法 正打算移往他处 应该稍微知道 就是要搬了 就是跟那个有跟住家商量给我时间 消防局表示 依规定存放爆竹量不得超过二十五公斤 将对违法业者开罚 违法的爆竹烟火 我们会来没入 依他的行为 还有他的量 我们来审作 那我们会采取三十万 依法的规定 我们会来采取三十万 到一百五十万的罚款 业者表示 最近因为是妈祖诞辰 爆竹需求量大 所以进货比较多 目前这批爆竹 已被移送到台南后币暂时存放 等待日后进行销毁 记者杨重如 孟昭全高雄报道